那么最近也是很多人问我 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婚姻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一些痛苦 其实我曾经也看到这么一句话 说如果说一个女人 她经济独立 她生活独立 那还要男人干什么 是这样吗 所以啊 我今天想从心理学的角度 从几个方面来聊一聊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婚姻 欢迎来到松明讲心理的频道 那么首先啊 人类的幸福感呢 其实是来自于跟他人的这种链接和看见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这么一个心理学的观点 那什么叫做链接呢 其实就是你和另外一个人产生了关联 你对他有意义 有这种情感上的依恋 他对你也有意义 也有依恋 那么你们彼此满足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需要 在对方的心理世界里边存在 你们共同体验 或者说交换了心理的感受 小到你可能对快递员说了一声谢谢 对吧 他感受到了尊重 他也跟你说了谢谢 大到你和一个人相依为命 共同去抗拒这种命运的痛苦 这些啊 都叫做链接 那么我们正常人类 是非常需要跟他人发生链接的 可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又注定不会跟太多的人 发生比较多 或者是比较深的这么一个链接 而我们啊 又需要和一个深度关联的人 走过这一生 否则呢 我们就会孤独 所以我们需要伴侣 而婚姻啊 至少给了你一个发生深度链接的 这么一个场景 这就是婚姻的第一个心理意义 它就是为了满足 我们稳定的这种深度链接的 这么一个需要 当然 确实也有很多人 他的婚姻不太如意 不太幸福 跟他的伴侣可能谈不上 有这种共同的感受 又或者说是交换感受 可能是对方的原因 那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原因 甚至啊 是环境的原因 没有经好婚姻 感觉到不幸福 可是如果没有婚姻 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边 你连这个深度链接产生的基础都没有啊 那婚姻至少给了你一个罩子呗 关着你和另外一个人 去发生深度的这么一个链接 所以说幸不幸福啊 和很多因素有关 但是如果说没有婚姻这个前提 没有这个设置让你去链接 也许啊 更难拥有幸福 那么婚姻的第二个意义啊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帮手 也就是伴侣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反驳 他可能会说 我老公什么都不满足啊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理我 其实很多人啊 他找不到对象 本质的原因就是弄错了婚姻的心理意义 包括很多人在婚姻里边都很迷茫 遇到困境 不知道是离或者是不离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人类是有很多的需求的 我们需要爱 需要信任 需要钱 需要体贴 我们向往美 向往活力 向往才华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需求 不可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全部满足他 你如果只盯着一个人 希望他一个人来满足这一切 那我们肯定会痛苦啊 比方说有些人 他找到了长得帅的 他嫌弃人家没本事 他找到了能挣钱的 他嫌弃人家身材高 或者是矮还秃顶 他找到了拼事业的 他又怪人家没时间陪你 他找到了黏着自己的 又怕人家没出息挣不到钱 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发现问题是什么呀 问题是不是要的很多啊 但不是 这个并不是核心的问题 谁不爱钱 谁又不爱美呢 谁又不希望找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呢 那么这些心理的需求 本质上其实都是正常的 可是误区就是在于 不是所有的需求都要让一个人 让伴侣这个人来满足啊 婚姻它只需要满足我们 一到两个核心的需求就可以了 或者说是大部分的重点需求就可以了 比方说你老公长得不错 体贴人 那这就是你最大的需求 你就不要再去嫌弃他 他跟你的爱好不同 聊不到一块去 你的爱好可以找你的闺蜜去聊啊 可以让你的朋友来满足嘛 再比如说 如果你是一个很看重现实和金钱的人 你找到了一个很会挣钱的对象 那你就不要再去怪他 没有时间陪你啊 你不要怪他 他不会说这些甜言蜜语 因为他已经满足了你的核心需求了 不是吗 至于那些不是怎么核心的需求 比如说要会甜言蜜语 又要长得帅 这些你可以去看偶像剧 可以看小说 一起来实现自己最浪漫的这种幻想和寄托呀 如果说你需要陪伴 那你就拿这个很会挣钱的伴侣的钱 去找心理咨询师 也可以满足你有人需要陪伴的这么一个愿望嘛 明白吗 婚姻最本质的意义 是满足你自身的核心需求 而不是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所以你自己可以排一排 看看你自己的核心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你跟你的伴侣一直在一起 肯定是有满足你的核心需要的 如果你现在并不清楚 那我再告诉你 婚姻里边的几个价值 你看看你们之间有没有这几个价值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叫做物质价值 比如说你们家的先生 他能不能给你带来物质价值啊 如果有的话 其他很多东西没有欠缺的话 你就先忍着点呗 那么第二个价值 我们叫做情感价值 如果说没有物质价值 他能不能给你带来情感价值啊 他能不能给你带来这种亲密感 安全感 归属感啊 就是很多很好的这种感觉啊 接下来是第三个价值 我们叫做成长价值 如果说没有心理的这种价值 那他能不能给你带来这种成长价值 就是说你跟他在一块 你会成长 你能学到东西 你能让自己变得很好 那么接下来是第四个 如果他没有办法给你带来这种情感价值 那他能不能给你带来生理价值呢 就是你们成为夫妻之后 他能给你干家务活啊 做饭啊 这些都是属于生理价值 如果说这四个价值里边有一个价值 他给到了你 而且给得很饱满 那我告诉你 你就再去评估一下你的婚姻 如果说一段婚姻里边四个价值都没有 你就问自己一句话 你图个啥 但是一个男人啊 把这四个价值全部带给一个妻子 我告诉大家 这个基本上是很罕见的 大家记住我用的是罕见这个词 所以什么叫做幸福啊 我们常说弱水三千 只取属于我的那一票 你是个女人 你很能挣钱 你财务不缺 但是你们家先生他能给你温柔 给你体贴 给你爱 够了呀 如果他很忙 他能挣钱 给你物质价值 他肯定会很忙啊 所以你想想现在经济这模样 他肯定得拼命 他每天不吵架的呀 他给不了你那么多情感 给不了你那么多生理上的陪伴 但是你也要去感恩的呀 还有一个事我要告诉大家 你别变成了这种祥林嫂 每天眼睛灯得大大的 说他物质价值也给不了 情感也给不了 成长也给不了 生理价值也给不了 那这个时候你问问你自己 你能给他什么 真正的爱呀 我们叫做价值交换 是合作 是共赢 相爱是艺术 沟通是技术 相爱就是看破不说破 有一些问题是无解的 有一些行为也是没有结果的 这恰恰就是相处的艺术 那么在无解的前提下 相爱的人可以过这一辈子 就是不要去找答案 你只要一找答案 你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死循环 所以说相爱是艺术 看破不说破 那就是一种智慧 如果说你能听进去 我告诉大家 你的这个容器就会很棒了 你可能说我就这性格 我告诉你 别这么说 当你的性格 如果能够拿到更多的成果 你就坚持 但如果说你这个性格 已经形成了很多的阻碍 很多的损失 你还要去坚持自己的性格 那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偏执性的人格障碍 如果话说的重一点 在心理学里边 我们叫做全能自恋 所以啊 婚姻真正的意义 不是为了迎合亲戚朋友的言谈 也不是为了维系家族的血脉 更不是因为年龄到了 必须要履行的义务 婚姻更深层次的意义就在于 我们就是需要一段很深的链接 我们就是需要有人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核心需求 这哪怕只有一个 遇事能有个人商量 人生中的大事可以有个人在身边 而不用独自的面对 这个意义就很大呀 那为什么很多人的婚姻不幸福呢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情感的博主啊 教大家一些新鲜感 让你们每一天都好像生活在热恋中一样 那这个啊 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是一个伪命题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 爱情和婚姻它不是一回事 它完全是两个范畴 爱情是不确定性的需求 而婚姻是确定性的需求 你们相不相信 人它就是喜新念旧的呀 人的骨子里边有一个东西叫做本物 就好像一个贪财好色的猪八戒 而婚姻恰恰它就是一个约束 它是一个制约 它是一个边界 它是一个法律 它约束住了人性里的本物 如果说要是没有婚姻这张纸 你知道吧 比如说一个男人 他有多少个女朋友他能够啊 对吧 如果没有一张纸 女人到哪去找这种归属感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 无论从人类的繁荣 社会的稳定 人类的本性来说 婚姻它其实是一个制约 把我们放到这样一个边界里边 把我们的人性 不要去肆无忌惮地去彰显 完了以后肆无忌惮地去控制 或者是占有 这是婚姻对我们人类 对人性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 起到的一个助力的作用啊 如果你在一个确定性的需求里边 你要拼命地去追求这种不确定性 那我告诉你 只有三个字 婚外情 但是你现在开始学心理学了 你必须要分得进啊 就是每一个格局 每一个板块 每一个范畴 每一个内容 它是有不一样的路径的 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肾上腺激素 爱情是多巴胺 爱情是荷尔蒙 就好像你去看球赛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一定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需求 你在打牌的时候 打麻将的时候 它也一定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需求 你在旅游的时候 它是不确定性的需求 你在打牌 看电影 看球赛 你已经知道答案很谜底了 我坚信这电影 这排局 这球赛 一定没意义 对不对 因为它就是你的一个 不确定性的需求 而婚姻是什么呀 婚姻恰恰相反 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需求 确定性的需求里边有什么 有安全感 有归属感 有亲密感 有价值感 它在这个人的身体里边 它不是分泌的荷尔蒙 和肾上腺激素 因为那个是有半衰期的 它分泌的是血清素 是内非钛 是吹产素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 婚姻才能够变得非常的稳定 而且变得非常的和谐 当然了 你在稳定性的关系里边 我们制造惊喜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嘛 但是不要把你的期待拉得过高 因为那个激情的年代 也就只属于那几年啊 但是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你可能面对的就是锅碗瓢盆 就是孩子的尿布 就是要算钱 哪些钱要用到哪儿 你面对的就是它每天要变得衰老 所以你要留意 你的生活有不同的路径的 有确定性的需求和不确定性的需求 不要把这两个弄混淆了 这就是你在心理学当中 要去成长的路径 所以当你听到有一些主播说 我教你三招 然后让你的婚姻每天都保持初恋 那我告诉你 这种东西其实会让你变得更痛苦 为什么会让你变得更痛苦啊 因为你实现不了 为什么实现不了呢 因为你期待过高 因为你品尝过这么一个味道 你被奖赏过 当你再去拿到这个感觉的时候 你要知道环境变了 路径变了 季节变了 你拿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很痛苦啊 那所以有的人 为了拿到这么一个奖赏 他就会走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婚外情了 对吧 找情人了 那这些路径他就会往外走了 所以你今天 开始接触松明老师的心理学 你开始接触两性亲密关系的 这么一个心理学 你一定要知道 人生的每一个路径 每一个阶段 他要得到的东西 拿到的结果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后 我们再回归到影片开始的那个问题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婚姻 结婚有什么好处 结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你在20岁到50岁之间 没有经历过婚姻的体验 无论是幸福的也好 糟糕的也好 离异的也好 或者就像咱们的股票市场 你是一直拿着这潜力股 一直到头发财的 又或者是在中途割肉离场的 还是直接一下绿到底 掉到冰窟窿里边的 这些其实都是你人生的体验啊 当有一天 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的财富啊 因为真的 很多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界定 什么是损失 什么又是收获 你要知道体验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思维模型 黑与白叫体验 得到与失去叫体验 甜和苦也叫体验 所以你很难去界定你的生命当中 什么是失去 什么又是拥有 婚姻恰恰就是这个样子 它能给你带来的人生当中饱满的体验 如果说你在20岁到50岁 你完全没有婚姻 完全没有孩子 你是丁克一族 你也能拿到你生命当中的价值 比方说我自由自在啊 比方说我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啊 可是 它违背了生命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叫做交流和流动 人最怕的其实就是孤独和寂寞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吵架的人 没有一个说话的人 没有一个分享的人 没有一个憎恨的人 没有一个共情的人 没有一个感恩的人 没有一个爱的人 你生活当中很多东西 你是体现不出来的 你是活在一个概念里边的 所以婚姻是有它正面价值的 我说它可以让你成长 你信吗 它可以让你人生当中 有很多的体验 你信吗 当你90岁 100岁的时候 你回头看一下 你会面带笑容的 你信吗 因为这个时候 它会反而变成一种满满的体验感 让你去品尝到人生真正的这种核心价值 所以当你看完这个影片 或许你对婚姻 又有了新一层的理解 如果你们今天看到了我的频道 我想说你太幸运了 可能每次在我这听个几分钟 就能解决纠缠自己很久的这种内耗 所以不要忘记伸出您的手 帮松明老师的频道点一个赞 让更多被爱情婚姻困扰的人们 看到这个频道 那么最后我想说 无论你有婚姻还是没有婚姻 我都希望你过好你的这一生